愿一路走好 5月3日据媒体报道 又一泰斗级相声艺术家病逝 他就是91岁的董峰彤先生 他的名字你可能比较陌生 但他的作品你一定听过 马记的《都不怨我》 《打电话》等作品 其实都是他创作的 而在2016年 他正式成为侯宝林先生的弟子 并于当天 售下四名新疆相声演员为徒 拜师一事由李金斗主持 侯耀华见证 即为大佬齐聚 场面可以说是难分一见 据悉董峰彤深浅津艳艳 是名副骑士的得意双心 90岁的高龄还在舞台上表演 虽满头白发 但看着还挺阴朗 如今他团离世 粉丝伤心不已 愿他一路走好 我呢叫董峰彤 也算是相声界的一个老兵了吧 从1952年开始创作和演出 说起来到现在也快70年了 得到了这个侯柏林老师 很多的这个教导